其实从今年五月 这个小王离开家之后 就再也没有见过孩子了 那么其实让我们一起来想想 这个孩子在他的父母亲 突然都不再出现在自己身边的近半年里面 小宇究竟过得怎么样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段视频 为了表示附和的诚意 秦先生几天前 把小宇从一千五百公里外的陕西安康 带到北京 自从出生开始 小宇已经辗转四座城市 先后换了五个家庭生活 身边的面孔频繁更换 不同的口音 不同的气味 让小小的她不仅不怕陌生人 还显得格外的懂事和安静 而今天她又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 一段视频 年轻的父母亲都气不成声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当刚才画面中小宇一不小心差点要摔倒的时候 秦先生就情不自禁地往前勾了一把 好像就是想要下意识地去哭一下 回过头来再看看 王倩 除了低着头一直哭 好像也说不出什么 如果你总是把自己围在这个 小范围里面 如果你总是不能抬头去看着对方 如果你总是不能大声地告诉别人我要什么 别人怎么给你呢 秦先生有什么要说的吗 如果说今天我们复合的话 我当初的承诺不会变 永远都不会变 咱们首先确定一点 你们两个之间没有夫妻关系 对吧 你们到现在 你们只不过是你们过了一段同居的生活 如果说你喜欢这个女儿 女孩 那你应该干什么呢 你应该去追求她 并不是说我花了彩礼了 我办了久了 我花了钱了 那我就有你要对我好的这样一个权利了 但是你做错了一件事情 你起诉他要求返还彩礼 返还彩礼从法律的解释上来说 在什么情况下返还彩礼呢 就是两个人之间不想把结婚作为目的了 你还不应该为这样一个做法道歉吗 既然你刚才都已经说了 对于未来你还是有期待的 还是想三个人以后好好过的 对 那你要不要最后再跟王倩说一段 你自己的真心话 其实吧 我也不太会说话 不善于表达 反正在我认为来都挺实在的 当初选择跟你结婚 有一半 是我特别喜欢你 在你看来可能是我的一厢情愿 但你之前也说了 后来跟你结婚 接受孩子 接受你 这 我说过 会一辈子照顾 你和孩子 会当自己亲生孩子一样的 之前说过 在法院的时候 我还是说过 到现在为止 我还是这个意思 可能是我表达的方式 可能不太对 一些做法可能是不太对 但是我的心没有变 我希望你能够给我一次机会 回心转业 只要说像以前一样 在外边打工一样的 好好过日子 开开心心的 我还是一样的 我还会做得更好 直到你满意为止 秦先生真诚的道歉 能否挽回王女士冰冷的心 你要不要考虑考虑 啊 时隔五个月之后的母子相聚 能否成为秦先生 挽回这段感情的救命稻草 希望能够回心转业 好好如初 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调解一度中重 这段感情究竟何去何从 面对秦先生真诚的道歉 王女士一直低着头 迟迟不愿表态 双方僵持不下 于是 蓝组决定 先达成盲女士的诉求 让她与五个月未见的 儿子团聚 其实我知道你今天 最大的诉求是 想见到五个月 都没有见到的小雨 对吗 你想见孩子吗 想 那我们请我们的编导 把小雨抱上来好吗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孩子对亲生母亲表现得很陌生 反而对不是亲生父亲的秦先生 依依不舍 让人带回来之后 转了 小雨 穿